蔡英文自今年初在大选中高票盛选以来 在之前破坏两个关系 制造台独分裂行径的基础上更加肆意妄为 也因此遭到大陆网友越来越强烈的斥责 纷纷在网络留言喊出武统的声音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曾指出 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应该严肃思考 为什么近些年来大陆民间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武统声音 这是被他们的倒行逆施逼出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威胁到整个人类生命健康 两岸很多舆论的原本都认为这场疫情 应该可以给两岸关系提供一个改善的机会 毕竟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面对灾难时最能激发出人类心底最深处的赡养本性 但很多人都失望了 民进党当局面对大陆发生的疫情 第一时间宣布口罩禁止出口 其冷血程度令人汗烟 随后民进党当局又开始了一系列 以一谋独的表演 特别是在国际上 一会儿想要趁乱谋求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一会儿又派出赖清德窜访美国 一会儿又大肆炒作所谓的台美建交的鬼话 还违背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 跟在美国后边喊中国肺炎等歧视性的语言 甚至还有岛内媒体竟然在新闻节目上打上 中国病夫或全球的字养 种种斜阳自重的汉奸嘴脸令人作呕 最近台湾外事部门和美国在台协会 发表了一份所谓的台美防疫伙伴联合声明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的一些媒体又开始了大肆炒作 欢呼台美关系史上最佳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表示台美发布所谓 防疫联合声明再次暴露民进党当局 借新冠肺炎疫情以疫谋独的卑劣行径和政治图谋 是把台湾民众的卫生健康福祉绑架到 邪阳自重和祖国大陆搞对抗的错误道路上 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关系 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处理 我们坚决反对台美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我们清楚的看到 在这一次疫情当中 民进党当局的工作重点 完全不是在对岛内疫情防控的把握上 他们最关心的 还是如何利用这一次机会谋求台独分裂 那么就连防疫都搞双重标准 对大陆言对欧美松 以至于现在境外输入病例越来越多 台湾疫情日益严重起来才开始亡羊不老 民进党当局的邪阳自重 已经到了迷失自我 忘记自己是什么人的地步了 真的是可笑可悲 民进党当局一再挑战国际准则 一再挑战大陆的底线 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五统 民进党当局亲谁都没有用 你一眼人都看得出来 那些美国反华政客 对民进党当局承诺的全是空头支票 一方面民进党当局没有认识到 在他们的执政下 台湾经济已经下滑的有多厉害了 另一方面自己谎话说多了呀 竟然连自己都骗了 真的以为美国会为了台独而战吗 正如岛内媒体所说 台湾可以成为美国抗中的棋子 但是这一切的价值并不构成 美国保台的必然要件 美国鹰派精英固然有挺台的主张 但是却不乏气态的论调 他们认定中国大陆在不断发展强大的同时 台湾无论接受条件或是持续拖延 两岸终将统一是历史的必然 喜欢两岸快乐视频 我是雨露再会